worden 這段我大概講了一萬遍了 來 歡迎第一棒挑戰者皓魯 最後一盞保命燈 這個是我朋友呢 他這個約會的故事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 那個約會的地點 也是要慎選 那我有個好朋友呢 他叫珊珊 跟一個他這個男朋友 交往沒多久 還在很濫漫的一個時期 甜蜜 他們晚上就去開著車 想說遊車河 然後就停到了台灣的 某個小港口 小海邊 車子就停在那邊談心 然後兩個人聊一聊 然後我朋友就是順勢的 往外面港邊這樣看了一下 那這個港口邊他就看到 奇怪 怎麼那麼晚了 快十二點 有一個媽媽推著一個嬰兒車 就慢慢的在那個港邊這樣子 移動 就很像散步 然後也沒有多想 然後一邊聊著天 然後一邊這樣 就會多看一眼 然後就看到媽媽走... 走到一個很靠近港口 海邊的地方就停下來 面對著海 然後他就很好奇 就隔著車窗這樣子看 然後大概一秒鐘左右 那個媽媽也回頭了 那媽媽這樣 回頭看他們 但他就看到這個媽媽的臉 是一團的白霧 霧掉的 好像煙一樣的這樣 然後他就有一點嚇到 然後跟他旁邊的這個男朋友 就是看了一眼 就想說看他男朋友 有沒有看到這一對 這個媽媽在帶小朋友 結果這男生自己 又在滔滔不絕 講了聊天聊得很開心 似乎好像沒有發覺旁邊 有什麼人這樣 他心裡想說奇怪 然後下意識地 又再往那邊看了一下 再看過去的時候 是一個嬰兒車留在那邊 他就看那嬰兒車 就是有點被吹得這樣子 搖一下 動一下 那因為媽媽把那個車子 停在非常靠海 然後我的朋友 他就是有點擔心 想說那媽媽跑去哪裡 那麼晚 怎麼把嬰兒車丟在這邊 那萬一一陣大風吹過來 怎麼辦 然後這時候他就下車 他男朋友也跟著想說 他要去 是想要走到海邊散步還怎麼樣 男朋友就跟著下去 走在車旁邊 然後我朋友一下車 離那嬰兒車 大概一百公尺的距離 他就有聽到嬰兒哭聲 然後他就想說走進去看 就 聲音越來越近 他就走到嬰兒車的旁邊 看到嬰兒車裡面放的 是一個假娃娃 是一個假的木偶 然後他一走過來看到 哭聲停止 然後他眼睛突然 就張開看著他 然後正在他心裡就是 有點嚇一跳的時候 一陣風這樣咻 那嬰兒車被往前拖 然後他不知道感覺上 冥冥之中好像有一條線 被那個嬰兒車牽著 那嬰兒車這樣往前吹 他也跟著這樣 就這樣子一鋪往前一鋪 就差一點 也鋪到那個海裡面 也差一點跌倒 他就整個往前鋪 就跌倒了 他男朋友就跑過去就說 你幹嘛 你幹嘛突然走到這邊來 然後跌一跤 你還好嗎 這怎麼了 然後他起來以後 嬰兒車就不見了 他心裡就很著急 他覺得完蛋了 嬰兒是不是 就滑下去了 他就跟他男朋友講說 嬰兒車 它是掉了嗎 它是掉下去了嗎 那那個媽媽 你有看到嗎 他男朋友就說 什麼嬰兒車 我不知道你在講什麼 他說我是追嬰兒車 追到這邊來的 然後他男朋友就說 沒有 我從頭到尾 就是看你一個人 就不曉得看到什麼 你就自己開車門下車 你就自己走到這邊來 然後你看一看 你就自己跌倒了 我從來就不知道 你在追什麼東西這樣子 就他們正要走回車上的時候 那個港口一排那種 港邊的這種路燈 雖然也是昏黃昏黃的 就開始由遠到近 就砰 一盞一盞的滅掉 然後滅掉到他們 頭上這一頂的時候 這一頂 頭上這一頂沒有滅 還亮著 他女朋友就是我朋友 就整個嚇到都已經腿軟 然後我問他男朋友說 怎麼搞的 我們趕快上車這樣 但這個時候 他男朋友就抓住他 他男朋友說 我們就先站在燈底下 我朋友是珊珊 他就發抖 然後發抖 站在那邊之後 他就感覺到他的腳下 奇怪 是不是風吹過還是幹嘛 還是晚上有蚊子 他就感覺他腳踝這邊 有東西就是這樣子 揮他 繞著 然後他低頭一看 是一隻手 從這個海裡面這樣子 伸出來 然後一樣是霧霧的 黑色的 霧霧的 然後非常長的手背 然後一直伸 伸到他的腳踝後面 然後長長的指甲這樣子抓 這樣子抓 要抓他腳踝 然後一直這樣抓 他才會感覺這邊是癢癢 被騷到的感覺 然後一看到之後 他就大叫 大叫 然後他男朋友就說 好吧 現在上車 男朋友就趕快帶他 上車了這樣子 然後到車上之後 兩個人也沒有講話 然後他男朋友就 非常視像的 就直接開到了一間廟裡面 然後這個廟公一看到他們 就看到這個女生 那這個廟公就笑了 然後這個廟公就跟他講說 沒關係 神明說你不用怕 祂有在 還好你從小 就是神明的意志 對不對 然後這個女生才想起來 因為他從一出生的時候 就身體很不好 他媽媽就把他帶到廟裡面去 然後讓神明認那個 乾女兒這樣子 然後這個廟公就說 所以其實你今天在港邊 一個人衝出去的時候 你旁邊全部圍了一堆 就是有些人扮你 有些人拉你 有些人給你看了 就是希望你就是跟著下去 到海裡面這樣子 他男朋友就跟廟公說 他看到的是 每關一盞路燈 路燈底下黑暗的地方 就飄著一些黑影 然後啪... 關到這邊的時候 他們這邊剩一盞燈 他們這一盞燈的前面 他男朋友就看到了一個影子 拿著一個大刀 就站在這個燈的前面 然後從這個人前面過去 全部都黑的 就是全部都飄著一堆影子這樣 然後廟公就說 對 那那個就是 從小就是保護你的這個神明 那你就放心 祂還會一直保護到你以後 但是注意 就是不該去的地方 就盡量不要去 爛桃花神明也會幫你斬掉 這一個可以了啦 真的嗎 這一個可以了 對 你肩膀可以去嗎 因為神明說他看到我可以 怎麼可能呢 看不到 滾 有緣啦 根本就是安娜貝爾 對啊 對啊 娃娃還這樣 這樣子 對 所以女生都有這種母性 男生聽到孩子哭 我沒什麼感覺 報警啊 好吵 宋志儀就要請警察來處理 對不對 在那裡 自己都不接近了 我怎麼只這麼遠 因為我離開遠 那邊 不遠 對 其實晚上那種湖邊 岸邊 好像真的都會這樣 以前很多人都會去 碧壇 約會 萬上 那就很多故事嘛 然後我記得我小時候 我外婆也跟我講過 因為他們以前 我阿嬤他們在戲辦 然後他們有過在那種 西邊演出 她跟我講 她說 這是千真萬確的 就是他們所有戲辦 就看到湖裡面 那鞋子裡面就 冒出了這 半顆頭這樣 然後看著他們一下 所有人都看到 然後又再撿回去這樣 所以他心情就這樣 你想看戲 被發現 被發現 應該是這個 應該是這個回血 很尷尬這樣 好尷尬喔 平常都不會看見 今天尷尬了 你說什麼喔 好 謝謝 完全不一樣 這很尷尬 有戲 看 啊 不好意思 又起回去了 好 來 老師 很無聊 不敢當 是 我今天要分享這個 A先生的故事 這A先生他家裡 有三個兄弟 大哥 二哥跟他 那他們這三兄弟 也都各自成家了 有一天他在客戶 那邊走下去接著他這個 家裡這個大哥 打來的電話就說 他爸爸病危 病危 在醫院裡面 醫院發了病危通知 但叫所有的兄弟 都要趕快趕到醫院去 因為爸爸可能 這個要有遺言的交代這樣 所以他就跟他的老婆 跟孩子說 那個 爸爸病危通知 在醫院 你們現在趕快 叫他老婆帶著孩子 先趕到醫院去 他隨後就從這個 外面趕回來 結果他趕到醫院去的時候 看到他大哥 大嫂 大哥的小孩 二哥 二嫂 跟二哥的小孩 跟他老婆跟孩子 都已經站在爸爸的病床前面 排排站 等這個看爸爸最後 就聽到爸爸在交代一眼 這樣氣狠虛這樣一直講 那哥哥就靠得比較近 就一直在問什麼事情 那這個老三就進去的時候 哥哥就說 三弟來了 趕快來跟爸爸打個招呼 所以他們三兄弟 就站在前面 可是爸爸沒有講幾句話 就真的就 頭一轉就走了這樣 所以弟弟並沒有聽到很多 但是就 爸爸知道他到了 所以他也握著爸爸的手 大家就哭得很傷心 當然這三兄弟就很悲傷地 趕快幫爸爸 好好的辦一下這個葬禮 等到爸爸儀式都辦完了 火化完以後 這個三兄弟就帶著 疲憊的身去各自回家 到第二天早上的時候 這個大嫂就 哭哭啼啼的打電話來說 不得了了 他們家失火了 神明廳不知道為什麼失火了 大哥沒有救出來 大哥就走了 被火燒死了 就在他爸爸火化 出病的火化的第二天 大哥家竟然失火 然後把大哥燒死了 因為房子都被燒壞了 那那個大嫂跟這個 他的孩子們 就哭得非常非常的傷心 就只能在這個二哥家 先給二嫂跟孩子們贊助 然後就一直 大家就想為什麼會這樣 那又開始要忙碌辦 大哥的葬禮對不對 好 到第三天還是第四天 突然間這個A先生 又接到一個電話說 二哥家失火了 什麼 二哥家失火呢 大嫂 二嫂帶著孩子出門了 所以二哥一個人在家 家裡莫名其妙電線失火 又是電線走火的原因 家裡燒起來 那二哥現在在家戶病房裡面 那他們又要開 就很緊張 趕快跑到醫院去 大家就覺得 這個事情會不會太怪了 A先生的太太 因為他是家裡的老三 他也很擔心說 大哥二哥都出事了 會不會第三個換我老公 這家到底是怎麼回事 就很害怕就想說 那是不是該去問一下 家裡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是得罪了什麼 這個A先生跟A太太就很緊張 就趕快跑去這個太子爺 那邊就問說 就講了他們家 大概最近發生什麼事情 他們非常害怕 沒有想到三太子 聽了他的故事 然後就看著他說 你爸爸是哪一天 是不是哪一天... 往生的 他們說是 因為爸爸往生了 那他們幫他伴葬一下 他就說 你爸爸非常的生氣 你爸說叫你 叫大嫂 小孩 叫你們通通來 通通來他才要講 他不想再講這麼多次了 他已經講了很多次了 他就說好吧 趕快打電話給他們說 那你們要不要 你們現在有沒有空 要不要過來 什麼... 那說爸爸很生氣 叫你們過來 那他們也很害怕 也想知道到底是為什麼 好 他們就來了 這樣也等了很... 等了很長的時間 大家才到齊 好 混到了晚上 然後太子爺就跟他們講說 你們爸爸非常的堅持 他很生氣 你爸跟你們說什麼話 你們都沒有記得嗎 就問這個大嫂說 爸爸有沒有交代你什麼事 大嫂跟二嫂才開始 非常的緊張 覺得是不是他們做錯 那他說什麼 他說 爸爸有說 爸爸說不要火葬 可是我們把他火葬 他說對 你爸說他死也不要火葬 但是你們把他火葬 他非常的怕火 可是你們把他燒了 所以他非常非常的生氣 那他生氣 他說還有不只這個 你們還做了什麼 還做了什麼 爸爸說不只這一樁 還有什麼 二嫂就說 對啦 因為他去找人 買了爸爸的墓園 就是說這事情是怎樣呢 是這個爸爸 他很有錢 他就把 他知道他自己快要走了 他就要分財產給這些孩子 但是他有留了 他有買了一個墓園 準備給自己 往生了以後 要土葬在這裡的 所以他的土葬的費用 跟他的墓園 他自己都已經準備好了 所以他就跟大兒子 千膠帶萬膠帶 他要土葬 而且這些都已經辦好了 但是因為大兒子 跟他比較親近 然後所以大兒子 也常常來跟他說話什麼 他都把自己的東西 準備好了之後 才把財產分給這三個兒子 那這個大兒子 是最了解其中的狀況的 而且他爸跟他說過 不只一次 他不要火葬 而且大兒子跟二兒子 都知道他已經把墓園 買好了這件事 可是他們兩個 竟然還出主意說 把爸爸火葬 把爸爸火葬 所以爸爸很氣這個大兒子 就認為說 那我的錢 你也不要想花到一毛錢 所以爸爸就把他帶走了 是 但是這個二兒子 為什麼爸爸也要給他教訓呢 就是他把大哥帶走了之後 這個二哥還沒有覺醒 竟然還繼續去找人 想要來把爸爸這塊墓地 轉手賣掉 換錢 就是說他爸爸 已經留給你這麼多遺產了 你不但不滿足 你還要把我原先 買給我自己這塊墓園 把它賣給別人 所以二哥接著就出事 他說現在 那個爸爸非常生氣 就說你們現在 就是把我原先 遺囑上交代的事情 我就是要土葬 你把我的那塊地 還給我 那再用什麼樣的儀式 比如說在這個墓園上 蓋一個 像一個小房子一樣 把他的骨灰 那個罐子 放在那個裡面 就用 等於說以前是放人的 現在就放骨灰罐這樣 用土葬的儀式 再幫他進行一次 然後還要他們兩個 大兒子跟二兒子的家裡人 把錢捐一半出來 做善事 他爸爸才要放過他們 他說 他說他為什麼沒有處理老三 因為老三從頭到尾 不知道這些事情 所以老三是平安的 只是最後要讓老三有警覺性 就要老三出來幫他處理說 為什麼爸爸要 讓處理這兩個哥哥 這個爸爸真的是 已經是氣炸了 就是 出來 對 出來就嚇他們 這真的就是 因為他認為 他辛苦了一輩子 為你們這些孩子 做了這麼多事 最後他交代的這一小件事情 你們都沒有幫他做好 還要再來貪他的 咳他的 他就覺得很不爽 所以說 答應的事情還是要做到 這一切都出自於貪 對 貪念 來 歡迎孫茜茲 是 講這個故事 基本上是發生在 我退伍後幾年的事情 我的一個朋友 他暱稱 我們就簡稱他叫小劉好了 退伍之後他就去 去當了貨譽工作 去送貨 然後快遞 送東西這樣子 結果有一天 他就接到了一個訂單 就送著 送著 要送了一個小盒子 到某一個公寓的六樓 他就循著地址 然後走樓梯到六樓去 到了那一戶人家 叮咚叮咚 這邊是快遞 麻煩出來簽收一下這樣 沒聲音 叮咚叮咚 又按了第二次 這邊是送貨的 麻煩出來簽收 然後按完才剛講完 這一句話的時候 裡面就 跑出來門一打開 一個女生講說 拜託你不要再送了 你不要再煩我了 然後就 用門就把它關起來 到底是什麼恐怖的貨物 讓客戶拒收呢 稍後告訴你 康哥 康哥 康哥咧 康哥 Eason 你那大聲什麼 你在大聲什麼 我在找大頭 找什麼大頭 誰是大頭 大頭鬼新兩梯同步開賣中 叮咚叮咚 這邊是快遞 麻煩出來簽收一下這樣 沒聲音 叮咚叮咚 又按了第二次 這邊是送貨的 麻煩出來簽收 按完才剛講完 這一句話的時候 裡面就 跑出來門一打開 一個女生講說 拜託你不要再送了 你不要再煩我了 然後就 用門就把它關起來 然後他嚇到了你知道嗎 他就 他送貨送了兩年了 三年了 他就沒有遇到這樣子 被拒收的情況 他就想說 那怎麼辦 好 那我先拿著好了 我先至少今天我的貨 其他貨還是得送 他有時間的問題 他就先打算去送其他的貨 所以他就把這個東西 拿到他的車上 順手放到他的副駕駛座上面 一整天送... 送到晚上天夜結束了 在開車的過程中 準備收工了 他才發現說 這個盒子還放在這 我還沒有送 但這個時間點已經下班了 也不可能再 他不是那種什麼 PC Home二十四小時 就是可能晚上九點 十點都還在送 他想說怎麼辦 這個東西放著 他現在過去也不行 怎麼辦呢 好 那我拿回家好了 先放著 明天早上處理這個事情 所以他就回來家裡面 把這個盒子放到 打開門之後就 旁邊鞋櫃 他就把它放在鞋櫃上 自己累了 就趕快去洗澡 然後煮個麵 然後吃 然後就開始看電視 吃東西 吃著吃著看著電視 就突然聽到屋裡面 有稀稀酥酥的小聲音 不知道是什麼 他覺得很奇怪 把電視關掉 開始找那個 稀稀酥酥的聲音在哪 然後突然之間 有一個東西掉下來 循著聲音找過去 就是在鞋櫃上 玄關鞋櫃上 那個盒子掉到地上 怎麼會這樣 是沒放好還是什麼的 他要把那個紙盒拿起來 然後就在這個當下 他就感受到了 在這個紙盒裡面 好像有這樣子在摸 那個紙盒的感覺 就是在摸那個紙盒的感覺 然後兩下他覺得 是錯覺嗎 他自己還懷疑了自己 就是怎麼會有這個錯覺這樣 然後就仔細再感受一下 沒動靜 可能是自己想錯了 別想太多 再放回那個鞋櫃上 還往裡面推一點 想說防止它會再掉下來 他就那一天晚上 他就去洗澡 然後吃完東西就去睡覺了 隔天早上起來上班 換完衣服 急急忙忙 準備出門要去鞋櫃 那拿這個盒子的時候 開始上面找 下面找 櫃子後面 然後翻地上 都沒有看到這個盒子 可是上班時間又來不及了 怎麼辦 而且慘了 那可是他也不可能 就一直耗在這 就趕快他就出發 先去把今天的貨送完 一直到傍晚左右 公司打電話來說 你現在趕快回來公司 有緊急的事情 他說什麼事 趕快他就開車回去公司 結果警察在公司裡面這樣子 就詢問他說 這位先生 你昨天是不是有送一個貨 一個貨到某某公寓的六樓 這樣子 他說有啊 這樣 他說好 後來警察就講了一下過程 就是說 他送去的那個小姐 他們勘察的過程當中 發現在這個女生的屋子裡面 總共找到了五個 不同貨運公司的盒子 大概都是這個大小 在這五個盒子裡面 都有發現血跡 也在這個女生的屋子裡面 的垃圾桶 發現了 五根男生的手指桶 分別是斷掉的 我那朋友看到他是第六個 送第六個這個東西的 但是他警察覺得奇怪 我在裡面只找到五個盒子 你不是也有送到嗎 那你的盒子我們沒有看到 你們這間公司的 那緊張你知道嗎 他就 他 因為我就說他是勾益人 然後又被查問 然後又發生這個事情 然後他昨天的貨又沒送到 他一急之下 他就直接講說 有啊 我送了 他簽收了 我不知道後面發生什麼事這樣 他就直接講了一個 這樣的謊話 然後後來就盤查完 他講完之後 他其實自己也知道慘了 好 那警察就離開 跟他講說 你如果有想到什麼 或者是那個女生 有什麼精神狀況什麼 你如果發現有異狀 你再回來跟我們講 然後警察離開之後 他心神不寧的 他想說死了 這個事情好像會很嚴重 因為他說了謊 而且他是拿了人家的貨物 他不但沒有送到 還把他帶回家 然後還弄丟了 他就先回家之後 就先在玄關翻找 然後在找著找著 什麼都找不到的過程當中 突然之間 他就聽到在他的身後 有一個男生的聲音這樣 然後頓時間 他整個被罪就這樣 發涼上來 你知道嗎 他想說 就我差點講出 那個 然後 差 那是什麼這樣 然後緩緩地回頭 回頭他整個嚇到 一回頭他看到的是一個 模模糊糊 但是非常確定是一個 高大的男生的身影 就站在他的臉前這樣子 他一整個嚇到彈開來 然後往客廳衝 然後趕快有客廳的人打開 然後再回頭看 沒有任何東西了 但在那一瞬間 他的形容是說 他 從來沒有過心臟跳動 這麼快過 也沒有懷疑 他覺得 一定就是碰到髒東西的 怎麼會碰到髒東西 馬上他連結到 就是他有一個乾爹 在廟裡面 坐那個機身的 他就門關 衝出去之後 就趕快去找他的客廳 結果他一到他乾爹那邊的時候 乾爹碰到他 就跟他一看到他 本來是很開心 然後看到他之後就 臉又稍微糾結說 他就把所有的經過 包括他送貨 然後那個女的衝出來 然後拒收 他把東西帶回家 隔天早上不見 警察來盤查 回到家 他遇到那個事情 他馬上來找他乾爹 我說這事情可能很嚴重 我來問一下神明這樣 他就馬上去了解了一下 結果神明指示下來 發生什麼事呢 他說跟在那後面的 是一個充滿怨念的 一個男生的鬼 一個惡鬼 然後這個惡鬼 他有一個特色 他只剩下四根手指頭 神明的指示是這樣說 這個惡鬼 他生前是一個恐怖 情人 跟那個女的 本身是一對情侶 後來女生提出分手 這男的當然受不了 無論這個女的搬了幾次家 這男的永遠都找得到 永遠都會去鬧事 然後事情越做越誇張 越恐怖 就開始恐嚇威脅這樣 一直到現在他住的這個地方 這男的基本上 已經走火入魔道 他已經做到 就是把自己的手指頭 一根一根切下來 放在包裹裡面擠過去 這個男生的目的 就只是在於就是說 反正我也不想活了 你也別想要再給我交男朋友 你也別想要好活 就是要讓他一輩子 都忘不了這件事情 那當然到最後 這個女的也受不了 這樣子的一個精神 壓力跟恐嚇 早上撞不掉 他就自殺 他的干爹就講說 這個必須要處理一下 所以他就溝通了 跟神明溝通 先超渡一下那個女生 然後跟這個男的 跟著他的這個鬼也溝通 然後溝通完畢之後 男生當然也好 接受了那個男的鬼 也接受說好 我可以離開 但是你要 我最後那個手指頭 你要先幫我找到 就沒了 怎麼辦 就家裡他找不到 他剛剛回去 就是要找這個盒子 那後來神明又只是說 有啦 你仔細找找看 鞋櫃旁邊 應該有一個垃圾桶 就在裡面 去找找看 結果他乾爹就陪他回家 裹不起來 那個盒子就在垃圾桶裡找到 後來這個事情 就這樣處理完了這樣 對 這個年輕人 愛情是這樣 愛情是過來 來了就來了 走路就走 算了 沒關係 就是不要被情所困到 去傷害自己 對 不要傷害別人 也不要傷害自己 這個很不值得 來 覺得這個故事 比較恐怖的請亮燈 一 二 三 全過 來 換位子 幹嘛 都怕被記手指頭是嗎 真的 嚇到喔 我都想取燈籠了 真的 來 林毅答問好 來 歡迎徐徐 Yes 來吧 請坐 好可怕 不要怕跟妳 這是我朋友 今年就是七月的時候去歐洲 這個當照片是在二次世界 就是世界大 二戰 對 二戰時期的那個 修道院的那個 就是一個小地窖 然後它看起來像一個 那個儲藏室這樣子 那個時候是晚上的十點左右 就剩下我朋友跟他的老公 就是兩個人還在那個 修道院現況這樣子 然後我朋友就 對這個黑媽媽 然後生不間諜的東西 就感到有一種奇妙的感覺 這樣子 後來要離開的時候 他就對著這個地方 然後拍一張照片 回國的時候 就跟我們分享 他這次旅遊的經歷這樣子 然後他 然後所有朋友看了這張照片 然後就覺得 怎麼會有一個 就是一個東西 看起來很像面具這樣子 可是當時他在拍的時候 就是沒有這樣子 就是就黑黑的而已 對 然後也不是什麼 光線折射這樣 後來我朋友他就上網查了一下 然後結果才知道 原來有一部電影 叫曾善美的電影 它是在這個 就是修道院遞交拍的 才知道原來 士兵躲藏的地方 對 然後想問一下 就是小賴老師 這張照片會不會 對我朋友有什麼影響這樣 曾善美 我不懂為什麼 但是這個 歐洲這個地窖 有一次我們去玩的時候 我們同隊伍裡面 有一個人是 有一個是老師 但是我們有一個朋友 要去靠近這個鐵欄杆的時候 其實他有很多個地方是這樣 都是這樣 有鐵欄杆 要靠近鐵欄杆的時候 我們的老師很大聲在講 你回來 你不要動 不能再往前 然後我們就 很害怕 然後就往前幹嘛 他說 那個欄杆裡面 站了很多的人 然後都這樣 手伸出來 要抓我們這些去 想要靠近去 看欄杆裡面是什麼的人 對啦 因為這大戰的時候 歐洲發生了很多事情 那小賴老師 這個照片怎麼回事 那個 有那個嗎 亮晶晶 我可以直接這樣子 修照片嗎 不想答 不行 不想答 是不是欄杆裡面很多人 基本上你的朋友 他們七月去玩嘛 現在十一月 如果你的朋友 還可以跟你說話 沒有聊到什麼 其他特別的事情 應該都 沒事 大概就是沒什麼事 但這張照片 其實我看過他的圓檔 他圓檔 就是 沒有圈起來的一個檔案 沒有調亮過的 比較可怕 是喔 因為他的圓檔是 晚上十點 所以他的亮度 其實沒有那麼亮 但是在這個地方 你看這一條線 是全黑的 可是唯獨 只有到這邊的時候 像我們有那個臉 陽光這樣遮到的時候 陽光是在這邊 微弱的光線進來這邊 照理講這邊 這邊的上面 跟這邊的下面 全黑的喔 但是只有這邊 有淡淡的影子 就這樣一個 所以這臉色 應該是一條斜的嘛 對 應該是全黑的 但是就到這邊 這一個半臉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他的圓檔 全圓檔比較可怕 那這一個 其實就像馬姐講的 在這樣子的 那樣子的地方 其實 背景 歷史背景 都會比較 多 我覺得有那樣的朋友 其實他是很正常的 一個屬相 沒事 好 聽說 收上節目 歡迎回 不給眼瞅就撞鬼吧 今天這個故事 是我一個朋友 他叫阿智的 真實經歷 那阿智他是一個 舞台劇的演員 那大家知道劇場 其實常年不見光 然後因為冷氣很強 又有表演可以看 所以通常還滿熱鬧的 這一次的那個演出地方 是在台北 一個滿有名的老劇場 然後在 阿智他們的首演的前一天 也就是總彩排的那一天的時候 早上 阿智就跟他的好兄弟阿萱 然後還有幾個 同劇的演員 一起跑到那劇場後面 外面的一個牆角 就大家蹲在那邊抽煙 那抽了抽煙的時候 一群男生就愛拉迪賽 所以就很好笑 那阿智就笑笑笑 手就滑了一下 抖了一下 被煙掉了 然後他下意識 就是要去撿煙器 一起去抽 可是阿萱就拍他就說 幹嘛 你忘了 是不是劇場 東西掉了 通常就不是你的 代表你要給別人了 可是阿智他就 剃氣 他就說 老子自己花錢買的 再抽這兩口 他就撿起來就繼續抽 那別人也沒辦法 就是很無奈 好 那就過了 到了下午 他們開始 總彩排 在舞台上 就所有人都覺得 阿智今天 狀態很 狀態很怪 他很ㄎㄧㄤ 那阿智他自己是覺得奇怪 今天總彩排也沒有觀眾 但是為什麼一直從 觀眾席那邊有一個聲音傳來 就是一直是 喂 喂 這種聲音 然後他就往台下看 就一看的時候 他發現在 整個那個觀眾席的 最後面角落 牆角那邊 出現了一個很高大 然後有點劈頭散髮的影子 但這影子 它是呈現一個在 天花板牆角 這樣子一直叫他 所以他被看到那個之後 他只能傻了 他就已經出戲了 他就沒辦法接到 後面的任何的詞 那走位也全忘 當然他就被導演罵 也被他兄弟被鎖人罵 就說你今天到底在幹嘛 明天要首演 你這狀態 明天到底怎麼演 那阿智就覺得很冤枉 他就說不是 你們剛剛都沒聽到那個聲音嗎 很大聲 而且導演 你剛剛坐那個位子離他最近 你都沒有聽到嗎 他導演就說 你不要再找藉口 那阿智他就弄得就是 心煩意亂的 就很悶 所以檢討完之後 他就跑到了休息室的廁所 然後就在一個小小間的那個 他就坐在馬桶上 然後就想要點支煙 就是讓自己冷靜一下 可是當煙才拿出來 還沒點 劇場裡不斷出現噁心的嘶吼聲 到底是誰 我們馬上回來 康哥 康哥 康哥咧 康哥 Eason 你在大聲什麼 你在大聲什麼 我在找大頭 找什麼大頭 誰是大頭 好 大頭鬼線兩梯同步開賣中 然後就在一個小小間的那個 他就坐在馬桶上 然後就想要點支煙 就是讓自己冷靜一下 可是當煙才拿出來 還沒點 那聲音從那個小小間的上面 傳過來 但是 他在這個時候 其實他 很煩躁 而且很不爽 所以他就覺得 這一定是他最近排練 太累的錯覺 所以 抽個煙應該會好一點 他就點煙 一點起煙 這聲音就消失了 他就確定這次錯覺了 然後他就抽了一大口 他吹出去的煙 在他這個地方 好像撞到了什麼 接著他就看到一個 看不太到的鼻孔 把這些煙全部 吸回去 但他當時已經嚇到 就是全身發麻 然後也顧不得 自己褲子脫一半 就衝出去 然後衝到休息室 所有東西抽了 拿了就往劇場那邊跑 也顧不得 導演阿全他們一直叫他 衝出去之後 他一直隱隱約約覺得 後面有腳步伸跟著他 但這個時候他還是覺得 一定是錯覺 他太累了 所以他就從他的包包裡面 拿出他從小 很愛吃的一個巧克力棒 就是他吃這個 就可以比較心情好一點 然後他就拆了包裝就吃 然後邊吃邊走回家 然後這過程中 他心情有比較穩定 然後他就吃了三支 然後都把那個包裝紙 都收到了口袋裡面 然後就走回家了 他家是一個那種 五樓沒電梯的那種老公寓 然後樓梯窄窄小小的 燈光就黃黃的那樣子 他走進了這個樓梯間的時候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樓梯間 回音比較明顯 他往上爬的時候 他當時真的是嚇到 也不敢再回頭 就直接衝到五樓 關 開門 關門 這時候 這腳步聲才消失 他才真的比較安心 接著他想要把自己的包包 拿到他的客廳 就放在那個茶几那邊 走過去的時候 他的茶几上出現了 三個拆開過的 巧克力棒的包裝紙 他愣在那 下意識地把手伸到口袋 他口袋裡是空的 他立刻轉身想逃離自己家 可是在轉身的時候 他瞄到他的門口 站了一個黑黑高高的 然後劈頭散髮的影子 但就出現了 這麼不到一秒就消失了 可是 他的門上面 他有裝了一個那種 人體感應的 只要經過就亮 然後離開就暗 這個燈 再也沒暗過 一直亮著 所以他當時已經嚇到 一直在那邊發抖 完全不敢往門的方向走 所以他就拿出了手機 然後撥給 撥給阿萱 因為他們兩個住很近 然後跟他講的事情 然後阿萱就說 好 OK 我現在馬上去你家 然後你冷靜 但你真的是 那時候跟你說 在劇場 你不要去那邊亂撿東西 就這樣邊講邊講 然後通個電話就來到他家 那阿萱他來到他家之後發現 那一盞燈也是一直都亮著 那只是阿萱他比較見多視廣 所以他就跟阿滋說 你現在 就是乖乖地點三支煙 拿到門口旁邊鞋櫃 上面煙灰缸 在那邊倒個歉 然後阿滋也不敢踢氣了 所以他就抖著 然後點了三支煙 然後拿到那邊去 放在上面 就說 這位大哥 真的對不起 是我太白目了 這三支煙請你抽 那請你原諒我 我以後再也不敢了 麻煩你 就讓我們明天可能演出 整個都順利好不好 接著他們兩個站在旁邊 看著那個煙是 他不是自己那樣慢慢燒 他就是 有人抽的狀態 然後很快速的三支煙 就抽完了 抽完之後 那盞燈 就熄了 隔天 到了劇場 然後阿軒陪的阿滋 到了他們抽的那個地方 他又好好的倒了個欠 又點了一支煙 請那邊抽之後 他們那個整個手眼 才是順利的完成 但這之後反正就是 他再也不會踢氣了 來 其實這故事恐怖的 請亮燈一二三 來 放位置 謝謝 五行納 吳國傑 我要講的這個是 發生在我學妹身上的事情 大概三月份 他們就是約好要去加拿大玩 就很開心的 大家就飛過去了 就好時不時 他們去的時候 剛好就是下雪 而且是雪還滿大的 到了租車公司 把車開走 他們就要去他們的民宿了 可是因為 因為雪很大 那其實有些路 就被雪覆蓋住之後 他們就有點 方向就不是那麼地清楚 他們就走著 他們就看到 剛好旁邊樹蟲 有兩個人站在那兒 他就跟他同學 我們問一下好了好不好 然後就慢慢靠邊 其實你說靠邊 其實他也看不到 路邊在哪裡 因為都是雪這樣子 他就慢慢往邊邊 靠這樣 然後因為雪很大 他就窗戶搖大概三分之一而已 他就說 不好意思 請問一下 因為我們迷路了 我可以請問一下路嗎 然後因為兩個人 因為雪很大 這兩個人就是穿著那種大外套 帽子這樣蓋著黑黑的 那因為他們就站在那兒 那他們那時候 一開始也覺得很奇怪 這兩個人 為什麼不靠下來一點 因為其實他們看不到他 因為他也窗戶只開三分之一 可是因為雪很大 他們又不想下去 因為天色又黑 他們也不敢下車去問 所以他們只是隔著窗戶就問 他們也這樣低頭看 只是看不到他們長什麼樣子 這時候就有一個 女生的聲音就回覆他 他就說 你們就繼續往前走 然後左邊那邊過去就好了 就會看得到了 然後他們說就往前走 左邊嗎 然後這時候就一個 男生的聲音就出現了 就跟他說 對 你就繼續走 前面有一條 左邊有一條小路 你往那個左邊的小路進去 那會有個斜坡 你過了那個斜坡 你就會看得到了 然後這三個準備要走的時候 突然有一個聲音 就繼續 有一個聲音就說 記得要加油才衝得上去 要加油喔 然後他們看了一下 剛剛不是兩個人而已嗎 然後我朋友他就 就我學妹他就隔著後照鏡 看一下車子慢慢往前走 兩個而已 他就問他同學就說 你剛好聽到一個小孩的聲音 叫我們要加油才衝得過 那個斜坡嗎 然後兩個同學都說 有 有聽到 但是他們怎麼看 就是只看到那兩個人 沒有看到另外一個人 其實兩個人想說 是不是小孩子就跑走了這樣子 他們沒有想太多 他們就繼續往前走 然後走著 真的看到左邊有一條小路 他們就很自然地轉進去 可是路真的非常非常的小 他們轉進去是 越走越小 越走越小的 越窄的路 而且是旁邊是整個雪幾乎蓋住 他們真的要 車子要通行都有點困難 就感覺好像這條路是很久 沒有人走過這樣 他們越走越不對勁 他想說 天這麼黑 那雪又這麼大 他就三個人討論一下說 我們是不是要回頭走 大陸比較安全 三個人就說好 還是回頭好了 他們又慢慢往後 嚕... 回來 然後就到這個大陸 到了大陸其實過沒多久 然後就看到他們的民宿了 他們就進去 那其實因為坐了十幾個小時 然後下飛機 然後就一路又到那裡 又迷路 其實耗了很多時間 其實大家都累了 想說那今天就 就趕快我們先吃個泡麵 就睡覺了 然後大概到早上的時候 我這學妹她一醒來 然後她醒來 她直接對眼看到 剛剛是陽台 她就看到陽台有 一個男的 影子黑黑的趴在那個欄杆上 看著她 不對 我們算是睡的房間 它是閣樓 它大概有二 三層樓高 怎麼欄杆上 有辦法趴一個人在那 我學妹想 不對... 不要看了 她就趕快翻個身 翻到另外一面 然後她要跟她朋友講的時候 她看到她兩個同學 就是睡得很熟 可是看到她兩個同學 再往她的抬眼一看的時候 她兩個同學前面 都各有一個黑影 這樣子趴著看著她們 她整個嚇死了 想說怎麼會這樣子 她趕快說好 不管了 那心裡就是 你知道那種什麼 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 什麼聖母娘娘什麼 全部都念出來了 然後該罵得這樣的話 也全部都罵出來了 她趕快想要眼睛閉上 根本不想看 然後就趕快就是 她也就睡著了 當她們在醒來的時候 已經是大概中午的時間了 她就跟她同學說 走...我們趕快退房走 我們就繼續 去我們下一個行程了 她們要走的時候 一上車 東西一上車之後 結果她就跟她兩個同學 講這個事情 她兩個同學就說 靠 你真的有看到東西嗎 她說對 這兩個同學說 她們昨天在睡覺的時候 一直有聲音跟她們講 在聽到有聲音跟她們講 就是講說 康哥... 康哥咧 康哥 醫生 你的大聲聲 你在大聲什麼 我在找大頭 找什麼大頭 誰是大頭 她們要走的時候 一上車 東西一上車之後 結果她就跟她兩個同學 講這個事情 她兩個同學就說 靠 妳真的有看到東西嗎 她說對 這兩個同學說 她們昨天在睡覺的時候 一直有聲音跟她們講 在聽到有聲音跟她們講 就是講說 就一直出現這樣的聲音 她們就越聽越毛 想說怎麼會這樣子 難道她們真的遇到 不乾淨的東西嗎 然後她們就是 接下來幾天 她們去五六天而已 那結果接下來幾天 就每個人輪流生病 發高燒 然後什麼 就是不舒服的 就開始就生病了 然後她們想說 這趟行程真的是很不OK 那在飛機上 因為十幾個小時的飛行 真的很累 但她們也沒有辦法睡 就隱隱約約一直覺得 旁邊一直覺得 有東西在摸著她們 然後一直在跟她講說 你們不要走 你們不要走 就隱隱約約 那種默默的聲音這樣 然後三個人就覺得更毛 根本完全沒有辦法睡覺 然後一下飛機 到台灣的時候 大概清晨大概六七點左右 她們就趕快就到廟去拜拜 結果那個廟公就跟他們講說 你們後面跟著三個人 她們就說三個人 她們就回想說 對 那是不是一男一女 跟一個小孩 她就跟那個廟公這樣講 廟公說 對啊 就一直跟著你們 因為後來才知道說 原來她們是 在那個問路的時候 她們就是那時候 從那個斜坡衝過去 後來她們才知道說 原來那個斜坡過去之後 就是一個斷橋 所以那三個人 是一家人 然後她們等於是 也是去玩 然後迷路了 然後衝過那個斜坡之後 她們車子整個就衝下去了 所以三個人都走了 所以她們等於說 在那邊一直徘徊 在那邊一直等待 是不是有人可以來 然後可以抓高鐵這樣子 所以那個師傅 就幫她們處理完之後 她們就沒事 而且她們說 其實妳有過過海水 就還好 那她只是跟她們講說 以後出門就是 要小心一點這樣 這叫我們又出國 要不要問路了 那 對不對 左轉 偏右轉 然後右轉撞牆壁貓 絕不相信 那你要問 對啊 出國要小心 來 覺得故事比較恐怖 請亮燈 一二三 謝謝 謝謝 恭喜 歡迎班傑 好 來 這個很棒 這個就是 星星手搖驅魔扇 你覺得他詭異的時候 就趕快把他吹走 但你如果搖錯了 你這樣搖 要吸進來嗎 這樣是OK的 你這樣他就 啾吾吾進來了 好不好 使用前請看說明 不要 緊張就搖錯了 好 各位多做善事 不要做一些貪心的事情 對 那個偷氣不到十八米 我跟你講 今天謝謝大家 好 我 väl聽見 我在《紅色彩的城堂》 你叫不詳勝